欢迎来到千灵天下 我是关义谦 焉党之患 甲生之变 使得明朝末年内忧外患 崇祯帝为了有退路 助长了五路人马 明镇势力是五路人马之一 明镇人马大多来自浙江郑义门 郑义门是郑和船队被组后 宦官藏身之处 宦官们以郑和的姓氏为姓氏 其中势力最大的是窝阔郑之龙 郑之龙是李登辉的前身 这就是李登辉能当上台湾总统的前世姻缘 郑之龙永历 小唐王朱立岳为明少宗 明少宗是李登辉子李宪文的前身 这是他们今世结为父子的前世姻缘 明朝王朝后 崇禅帝的五等亲被灭 但崇禅帝未死 现在是中华民国国民党领袖级人物 崇禅帝与残存的庞系皇族 官员换官们逃到中国南方成立了伟政权 被称为南民 五路人马都各自涌出一位三岁小皇帝 但只有永历帝的血统 与庞系皇族比较有关联 其余都出自宦官 其中 林静王朱树桂是一个太监抱养的儿子 据说因命中带有帝王相 被捧出来成为林静王 林静王朱树桂正是陈水扁的前身 那位太监就是陈水扁的母亲李胜 清朝派兵南下说服南民 南民大逃亡 朱树桂被宦官海盗正采接到厦门 朱树桂投奔郑之龙侄子郑成功 1662年郑成功击败荷兰人 入驻台湾 1662年郑成功去世 朱树桂 正经迎林静王朱树桂到台湾 但是朱树桂的宦官养父 害怕前往 派出太监替身前往台湾 赤甲林静王朱树桂就是 2018蔡依九合一台北市长选举的民进党姚文志 1681年郑成功去世 郑克爽继承王位 英国人称郑克爽为台湾国王 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 施朗攻下澎湖 施朗正是郝伯村的前身 施朗因功受风进海后 施朗攻占台湾后 郑克爽详亲 受风汉捐公 朱树桂被要求自意殉国 此时住在林静王府多时的 祝林静王朱树桂 不肯就范 命替身林静王 受命上吊 自己扮成太监躲在一旁 谁视在侧的是你 因为平时假扮为妃子 也被要求自杀 追随朱树桂而去 危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